為何狗都會戴四方帽呢? 這隻狗叫做Google 是香港首隻本土訓練的盜蠻犬 正式畢業後就可以幫助視障人士帶路 Google屬於拉布拉多品種 今年快兩歲 由台灣來到香港接受差不多一年訓練 才成為盜蠻犬 要成為盜蠻犬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除了要像Google那樣 性格夠溫馴 還要面對各種場合都要有穩定情緒 Google和新主人黃文昭相處短短一個月 雙方已經感情很好 Google還認定黃文昭做主人 黃文昭亦以歌贈愛犬 他說盜蠻犬比起用手帳的幫助更大 不因為Google可以帶著他 去到他以前去不到的地方 我住台灣就去到台灣公園 走過一兩次 第三次 我告訴我的訓練員 我們曾經去過柴灣公園 他說你試一下 用毒蠻犬告訴他 你去公園 他真的看到我去 所以我很驚喜 他曾經帶過你一兩次 你已經知道那條路 其實那條路都挺遠的 從我家去都要半個小時 如果讓我自己用手帳 我是沒有可能行得到的 Raymond是訓練Google的導師 他希望香港可以有更多機構和導師訓練 導蠻犬 令到服務可以擴展 同時希望政府在法律上 定名導蠻犬可以進出公眾地方 在香港我們需要延續這個服務 一定是要本土化 因為我們有本地的學生 去繼續訓練 令到這些使用者能夠有適當和需要的服務 我們需要政府多些支持我們導蠻犬的服務 例如將那個法例再加強一些 令到我們的導蠻犬真正正正明正言順地 去做一些帶領市場人士 進出這個公眾的地方 不過大家見到 失明人士和導蠻犬一齊的時候 記住不要用手接觸他們 亦都不要用聲音和手勢吸引他們 更加不要餵食給他們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鄭麗儀報導